謝謝主席 請主委 請黃主委 主委 我想我們國內這幾年來 比較重大的非安事故 都是跟復興航空有關 那麼在你們過去進行的 這些重大非安的調查完成之後 我們其實也特別的關心整體的非安是否有確實的改善 那麼尤其是像花蓮地區 目前也只有復興航空一家在飛 所以如果說民眾對這個航空公司本身非安的信息沒有辦法提升 也是影響整個往來進出的交通 那事實上現在搭乘率也比較低 是偏見也好或者是心理因素也好 或者是實際的安全狀況也好 但是對於我們各種交通工具安全的維護 還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 所以我要了解的就是說 你們照你們的報告裡面寫到 你們最近的一次非安調查報告是最近才提出來的 但是其實重點不只是調查的內容 包括後續的一些具體的建議 那我看到你們也有一些對於近年非安事故的趨勢 以及這個相關的分析 那這個趨勢有幾個讓我覺得比較擔心的地方 如果說過去這個十年我們以十年為一個單位 相關數據顯示 早期大概是駕駛員跟天氣因素 天候因素是佔比較重大的一個比例 但是過去這十年這個系統跟設備 它的相對比例是攀升 甚至是超越天候因素 但是這個有點違反我們的一般外行 在看這個事情的基本邏輯 因為各種的航空器材其實一直在精進 科技也一直在進步 那系統跟設備理論上是應該不斷的在精進跟提升 但是在各種的數據 這個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 非安事故發生原因分類統計裡面 卻是系統及設備它發生事故的比例是提高的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是我們使用不當 那回到駕駛員的這個分類的問題 還是說到底是整個我們在採購相關機型 跟台灣地理環境的使用 或者是到底有什麼其他的因素 變成這個人為的失誤 反而是比天候的因素還要更嚴重 那如果是人為的因素的話 那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避免的 那不但沒有避免 近年來還發生這些重大的非安事故 所以我們這當中一定是有檢討的空間 我們了解航空器能夠走向商業化 它的整個系統的設計跟安全跟risk 應該是非常非常低 因為先進國家都在先進國家做出來 這是我們的常識跟理論 可是我看你們的數據 卻顯示系統設備出狀況的比例 卻是相對提高 我說明一下再請 好 對教官再做私人說明 但是我們從這兩次重大事情發生 我們去分析 大部分最主要的是 那個飛行員在操作上 沒有完全照SOP 所以這個導致你系統再好 如果他不照SOP 風險還是蠻大的 詳細的內容 是否請調教官跟市民一下 好 沒關係 可以請調教官再說明 但是因為我看到的圖表 是針對事故發生原因的分類統計表 那在這個統計數據裡面 駕駛員也就是純粹人為因素 跟系統設備的這個是兩個分開的category 當然駕駛員要去操作機器 可是在我的數據裡面 我看到這兩個是分開的 所以對於機器設備本身 它是不是有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只有在台灣會發生 還是在別的國家一樣會有這些狀況呢 是這邊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事實上委員您剛剛說的是正確 就是我們每10年10年統計 看出來的趨勢事實上是我們人員是有 人員的因素是有下降 機械跟機械相關因素是有上升 那主要的原因 我們有在西部的分析過 主要的原因事實上大概分為兩個 兩個這個面向 第一個是很多因為機組件造成的飛航事故 是因為空中壓力異常 有好幾件 我們過去大概10年來調查的 大概有七八件都是因為空中壓力異常 那空中壓力異常是因為加壓系統 說大部分都雙發動機的加壓系統 因為某一個零組件有關係 那這跟原廠當初製造比較有關係 那我們也提供非常感謝的建議 我們提供給原廠 所以這是一項 就是雖然它對整個飛航安全 並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但實際上對於整個高度的控制 是會對人體會有影響 所以這是其中我們發現 它升高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 近年我們發現 維修方面對於發動機 尤其是普通航空業 對於發動機的維護 或它的葉片的這些鑄造方面的問題 也有發現一些問題 所以因為我們這10年來調查一些 事實上是 的確在機械結構上面 或是設計或是零組件上面 是有比較升高的趨勢 所以委員剛剛講 但是我們整個評估起來 它都不是對於飛航安全 有那麼重大的影響 那些主要的組件 而是對於整個系統 飛機系統其他的一些零組件 那我們這些狀況跟比例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是雷同的嗎 還是我們這裡的狀況特別多 就我剛才提到的 對於這個加壓系統的這些零組件的 那這是全世界都類似的 就事故比例 對事故比例 那是類似的 因為那個發生會發生在全世界 所以相關原廠也在極力的改善 這些相關的問題 對於我們後來提到第二點 就是我們人員維修造成的葉片 或是造成發動機的一些操作上面的問題 那這個是我們會再加強努力 那就我們這邊可以主動去影響的 大概就是人員的部分 除了駕駛員還有維修的部分 那因為現在近年來民用航空其實是增加很多 全世界其實發展的也很快 那在駕駛人員 其實世界上國外的市場也很多 有時候薪資條件也比國內的還要更優渥 那我們在人力的培訓上面就特別重要 來維持我們駕駛員的一個基本的素質 那我看到你們的這個改善的建議報告裡面 整個飛安環境改善建議報告裡面的第四項 有特別強調這個建議航空業者 加強駕駛員落地從飛的這個訓練跟決策 那這個部分有後續的追蹤嗎 有航空公司有確實在執行嗎 是目前我們給了航空公司的建議 我們會委請民航局 民航監理機關來督導 航空公司要確實能夠執行這些改善建議 我看你們的建議裡面也有提到說 應該要安裝檢視飛航紀錄器 難道目前不是所有的航空器都有裝嗎 現在民用航空器就是航空公司 一般大家講了解航空公司都有裝了 但是對於像直升機 旋翼機或是公務航空器 因為這些航空器非常老舊了 當初設計出來的時候就沒有 那我們現在是在做研究是 有一些比較簡單的簡易型的 可以放在飛機上面 有點像行車紀錄器但是比較精細的 那我們今年有個研究計畫 對 我們現在在執行這個計畫 所以目前還沒有全部安裝 但是是已經有在執行中 是 好 那最後我要問的就是 現在其實超清航載具出事率也是蠻高的 我們三不五時就會看到相關的報導 但是因為現在國人他的整個休閒娛樂的生活習慣 其實也比較往這些尋求一些新型態的娛樂跟刺激的方向 也越來越多人有興趣 那尤其東部地區的新的觀光型態也包含這些 這個超清型的載具 但是目前好像這個管理並不是 整個規範並不是很完整 那你們過去對於相關事故事後的這個調查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呢 是 我想經過這幾年來民航局 他非常努力的把這個整個 超清型載具的活動的管理辦法 把它能夠要落實 那也定了合法的空域跟合法的操作場地 那我們目前在調查超清型載具的事故 大部分都還是在非法的活動場地 跟非法的空域在活動 所以目前來講 對 但是他空域場地非法跟事故本身發生 他的關聯性是什麼 就是說你把這個場域合法化 但是他事故是不是還是會發生啊 對 事實上就是如果場域合法 然後活動團體也合法 那就是相關人員要取得證照 航空器要經過一些適當的維修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在證照的取得跟訓練 還有對空域的熟悉度是不值得 如果他是違法的話 他可能這一方面他都沒有在做這方面的 那你們在過去這二十年發生的 十幾件的這些事故調查之後 應該有一些結論跟建議報告嗎 一些檢疫的是不是有一些 我們這個非專業外行看得懂的 一些基本的建議方向 能夠書面的提供給我們 好不好 好 謝謝